咳咳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反正我也出不去 不如在家做月饼 这个想法真是顶 今天我们自己在家用有限的食材 做一个虾耙子月饼 马上开始 许久不用了 面粉 我们不做太多 要不然也吃不完 从蜜来点油 不用担心手的问题 我这个手可是跟毛不易学的吸收法 包上保鲜膜冷藏一小时 把水烧开 倒入我在楼下花坛里剪的小海鲜 再来一片大浆 这个时候植入云台 并没有并没有 料水 应该煮熟了 过凉 现在我们就开始巴虾 这可是一个技术活 像咱这种选手都不需要剪子 干啥呀 吃自助来了 高高 扎嘴呀高啊 我的高哥呀 哎哟 哈哈 非常完美 哎呦我的妈呀 哇塞 嘿呀嘿呀 看已经弄了 现在开始做月饼咯 先把它搞成一个饼 我们拿几个巴得不太完美的趴趴 变得减碎 一点芥末 五香粉 盐 再来一点面粉 再来一点油 好像不是很有食欲哈 觉得没有食欲的这一段可以先闭上眼睛 馅儿搞里头 然后给它分烤 咱也没有模具 就大概手工造型了一下 压点蓝 你说这配方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是 我是说饼皮的配方 我可是从网上找了 我雕琢了一个小猩猩 行我们进烤箱烤吧 刷一点鸡蛋液 一百七十度十五分钟 剩下的材料呢 我们来做一个捞汁小海鲜 我欢迎你就是想吃捞汁小海鲜 腊根 蒜末 蚝油 蒸鱼豉油 生抽 麻辣鲜露 这个是灵魂 哇这个是 黑糖 香油 橫椒油 绿辣椒 红辣椒 还有点水 搅一搅 再来几片小柠檬 看起来有点美味哦 盖盖冷藏两小时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一道 虾扒子月饼吧 烤的这个颜色好像还不错 闻上去有一股小粉熊干脆面的味 里面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美观 但是现在发出的味道非常的香 好咸 可以说是外表非常的硬 内里非常的咸 但是还是有一些 鲜味在的 还赶紧吃我们来捞汁小海鲜吧 这玩意谁看了谁不馋 哇 пам 好奇 一口一个 过分幸福 讲道理 烙汁还是虾更好吃 虾耙子干煮更香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祝大家中秋佳节 快乐 花好月圆人团圆 我们下次再见啦 阿尼